當兵的時候 大家就同彩 大家一起洗澡 就說 哎呦 妳的怎麼沒歌 男性之間的比較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出任務 我們來到尼斯神所訪問到我們的王作宣院長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講的主題就是 大家覺得女生最在意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衣櫃裡的皮包 那男生最在意的是什麼呢 把他訪過來 包皮 所以今天要來訪問醫師的就是 男生包皮過腸的問題 那我們想要先請問一下醫師 大概男生在幾歲的時候 會發現自己可能包皮過腸的問題 其實男生他自己不會發現 但是他的爸媽會發現 照顧他打工阿媽會發現 從出生開始他就會有包皮的問題 那一直到 一直到你年老 你是老人的時候 他都還可能有問題 因為到了老年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有糖尿病 一些慢性病 那這些慢性病造成他的包皮的反覆發炎 所以我們其實在臨床上也會遇到很多 他是老年人 他才來處理包皮的問題 所以從出生就有問題 到死 都有可能會有包皮的問題 那他在什麼情況下會發現自己的包皮過腸 如果是因幼兒的時候 一般父母會發現 就是說小朋友他在尿尿的時候 他不會直接尿出來 他會在包皮前面 好像水球 然後水球大到一個身後 就在從那個孔這樣子噴出來 那就是因為他的包皮很緊 那這種他就會很容易發炎 所以他尿液會集中在那些人那裡 然後直到壓力大到一個程度之後 才從那個孔這樣子噴出來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會發現 那再來就是容易有發炎 你看那個小朋友他會一直自己抓 因為他就不舒服 那你一看他的包皮已經紅腫 甚至於有發炎流膿的情形 那這是因幼兒的時候 那到了青少年或者當兵 開始有異性性新聞的時候 那他可能就會發現 勃起的時候他如果龜頭沒有露出來 或是說疼痛 性交疼痛等等 那他就會第二次 有機會發現他包皮的問題 包皮的最前端 他會有一個收口 好像我們衣服的這個鈴口 這個鈴口呢 他如果太緊 勃起就變大嗎 變大就出不去 硬是拔出去 就好像被脖子被累住 卡住的感覺 他會有那種感受 就是卡卡住 對 我們看一張照片 可能可以解釋這個情況 就是說這些我們認為都是會有問題的 那我們是假設這些都是勃起的狀態 正常我們就希望說你勃起的時候 他自然的龜頭就是露出來了 然後這個地方 他也不會讓你覺得很緊 那我剛剛講那個勒脖子的就是像這種 對他龜頭可以露出來 可是你可以很明顯看到他這個 龜頭下方 冠狀溝這邊喔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掐著你 這種有時候很危險喔 因為這種有的很危險 他這個整個龜頭壞死 我們遇過這種 他就會變成手這樣勒住 對你像他如果一直勒著你 然後一直掐著你的脖子 你的頭就會炸紅 那一樣的道理他這個頭就會炸紅 所以他要先變紫色是嗎 對對對 所以我們在急診室處理過這種案例 要緊急把它切開 這樣還來得及 看他到的時候是什麼 三四個小時內大概都來得及 會超過就是要切掉嗎 也不用 還是會 截肢嗎 對有 截頭 我們有遇過截肢的案例 這樣就沒救了 沒辦法 這都壞死了 你留著他就爛掉了 天啊 好 但是我們沒有考慮這麼悲慘的故事 然後再來這種是 就是可做可不做 這種算舒服 對就是說他勃起的時候 不會整個龜頭露出來 但是他可以自己用手把它放下來 那只要他撥下來的時候 不會造成這個勒脖子這種狀況的話 那他其實是可做可不做 那最後這種就是 我們也是認為他一定要做 因為他是 你看他的頭不但露不出來 他想要推 推不下來 所以我剛剛講這個領口 他這個束口實在太緊 這種跟這種大概都百分之百建議 他是一定要處理 這個叫做包經 他這個其實也是算包經的長 就是說 不是那麼典型 他可能可以稱他是 完全包經 對 完全然後部分 這兩個是部分 那剛剛醫師有提到就是 發現的年齡就是不一定嗎 那醫師會建議什麼時候比較適合處理 是剛出生的小朋友就可以嗎 還是要到青少年他發育比較OK的 才可以處理 30、40年前 台灣的觀念大概都是 剛出生就要處理 所以那個年代40到60歲這一代 應該大部分的男生都一出生就處理完 那後來慢慢的 隨著醫療的演進 大家覺得說 其實包皮 他在某些情況下還是有他的用途 比如說發生一些意外 我們男生的私密出售到創傷的時候 那你有時候需要補皮 你就可以拿包皮來補 所以慢慢的就會有一些醫生比較認為說 不一定非得要一出生就割 所以現在台灣割包皮的這個比例呢 小學生只剩下大概10個百分點 10個男生只有一個小朋友有割過包皮 比美國要低滿多 割的最好時間 這是我個人的觀念 我個人建議是要國中以後 就是青春期 你先讓他發育一下 因為很多我們覺得小時候是包經的病人 他其實長大他包經自己會改善 那你就不一定要割 那另外第二個好處是說 他可以局部麻醉 大概小學生以下到幼稚園 或是嬰幼兒 基本上你要割包皮 你一定是要全身麻醉 五花大綁 就是要控制住他 他們就是要全身麻醉 舒眠麻醉 那對於現在大家少子化的情況來講 家長對這種麻醉是非常擔心的 所以就除非說他有反覆性的發炎 必須要馬上處理 否則我們大部分就會建議國中以後 他自己能夠配合國中高中 還有一個包皮的高峰期 就是當兵 當兵的時候 大家就同彩搭一起洗澡 就說哎呦 那你的怎麼沒割 有割的人有的覺得看起來比較好看 男性之間的比較 以前當兵跟包皮可以放假一個禮拜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其實你這樣講 大家當兵的都馬上來割包皮 所以以前就很多當兵的就會跑來割包皮 不能被國防部看到 那想要請問一下醫師 如果我們想要割包皮的話 那應該是要找泌尿科還是整型 其實這個是沒有規定 泌尿科或是整型外科 哪一科可以割包皮 答案是都可以 一般外科可不可以割包皮也可以 婦產科能不能割包皮也可以 所以其實只要有外科基礎的都可以 但是關鍵在你敢不敢給他割 所以大部分的人還是會選擇 泌尿科或整型外科 但是大醫院的整型外科 應該幾乎沒有在做這個手術 可能外面 這類的整型外科 可能還有一些在做 那至於像我們 因為本身是泌尿科又有外科 所以我們當然是 從以前在大醫院到出來 就做非常多 那找泌尿科跟整型外科 做割包皮小說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泌尿科大部分會比較著重在功能性 它會比較 讓你想說割完包皮之後 你功能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整型外科可能他會比較在意 就是說傷口沒有把你縫得比較漂亮 那所以說你如果找像我們這種有 就像醫師是雙重的 對 我就在跟你們說對 有相關訓練就是要找你 所以說我們又每天在處理 這個醫美變漂亮的事情 然後我們又具備有泌尿科專科的配置 就是功能也幫你兼顧 美觀也幫你兼顧 如果是找泌尿科跟整型外科 它價錢上也會有不同 應該跟科別沒關係啦 跟每個醫生 醫院院處的設備有差 那現在因為割包皮 它如果是有發炎的狀況 它才有健保肌膚 不然大部分你說你要來割包皮 它都是自肥的 沒有健保肌膚 那這個割包皮的費用會落在哪裡 費用大概會落在 如果你健保肌膚出發的話 大概五千塊上下 一直到我在外面聽過 有其他醫生做他做到五萬 等於五千到五萬基本上都有 它的差別就是在於說 每個醫生他對自己技術的認知 還有另外就是說 他用什麼方法 傳統的啦 或是雷射的啦 就是不同的方式 可能也會有一些差別 所以在價錢的落差 其實還是要取決於 醫師的技術問題經驗啊 然後還有診所他設備 跟你用什麼方法 波及的時候可能看起來會比較雄偉 就是視覺效果 這樣子感覺氣勢上就輸一間